如果血液缺水了,就有可能出现血液粘稠的情况 如果血液过于粘稠,血液循环就会减缓 此时身体组织无法及时获得氧气与营养 血液中的红细胞可能会出现聚集的情况 此时血栓就会形成,进而引发心血管疾病 人体内的血液一直处于流动状态 为的是给身体的其余脏器供给营养及氧气 从而保证身体能够正常地运转 不过在血液粘稠的时候,血液流动就会受阻 进而引发一些血管疾病 血栓就是比较典型的疾病之一 那么在一天中,血液在什么时候最容易缺水呢? 生活中有很多事物都有其独特的规律 血液也是如此 一般情况下,在人从睡梦中醒来的两个小时 血液较为粘稠,大约是早上的七到九点 因为在刚睡醒的时候,大脑皮层还未处于兴奋状态 因此血液流动速度较缓,血液也较为粘稠 一,两个时间饮水,有助预防血管疾病 第一个时间,晨起之后 晨起之后,血液是较为粘稠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补充水分,有助于稀释血液 人体在进入睡眠状态后,人体处于静止的状态 不过人体当中的血液可能会被逐渐消耗 据调查,人体在睡眠状态时 身体会消耗大约450毫升水分 消耗的方式包括呼吸、汗液、尿液 所以在晨起之后,身体非常的缺水 血液也较为粘稠 若是能够及时饮用一杯温开水 可以帮助吸湿血管内的血液 从而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第二个时间,晚上睡觉之前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体内的水分会在睡觉之后流失 可以在醒来后补充水分 那么在入睡之前喝水,可以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 血液粘稠度其实是在夜间就开始增加的 不过这个时候,人体处于睡眠状态 不能及时补充水分 因此要在醒来后补充水分 不过在睡觉前补充水分 同样是有必要的一件事 尤其是对于患有三高疾病的人 如果可以在睡前饮用水分 既能避免晨起后血液过于粘稠 还能保持入睡后呼吸道的滋润 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 在睡觉之前补充水分 需要注意适度 建议饮用200毫升水 因为如果饮用过多的水 可能会在夜间出现夜尿过多的现象 进而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在生活中 存在爱喝水和不爱喝水的人群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一 爱喝水的人在生活中的排尿次数 也会随之增加 这样一来对于膀胱的健康 是非常有好处的 经常排尿有助于冲走细菌 减少膀胱内的细菌感染 反之 不爱喝水的人 排尿次数会变少 会给细菌创造条件 发生尿路感染的风险 会大大增加 二 爱喝水的人群 患上结石的风险 会大大减少 对于肾脏健康较为有利 不爱喝水的人 则很容易出现肾结石 三 爱喝水的人 日常排便会比较通畅 很少便秘 而不爱喝水的人 会出现大便干燥 排便困难 便秘的现象 四 爱喝水还可以帮助 预防高尿酸的情况 多喝水多排尿 也有助于尿酸的排出 同样的 不爱喝水的人群 体内尿酸堆积的量 会有所增加 患上痛风的风险 会大大增加 五 多喝水 还可以帮助降低血栓风险 减少食欲等 对于有心血管疾病 有减肥需求的人群而言 都是很有好处的 通常情况下 多喝水的确有助于 清肠排便 保持体内水分平衡 增强血管活力 从而保护身体健康 但是 如今越来越多的 水中毒现象出现 水中毒到底是什么 怎么解决 人体因摄取水分过多 而伴随脱水低纳症的 发生现象 称之为水中毒 水中毒的致死率低 但仍需要重视 脱水低纳症 是由于人摄取水分的速度 超过肾脏的最大力尿速度 导致水分过剩 并使细胞膨胀 从而引起的症状表现 人体的肾脏 最大力尿速度 是16毫升每分钟 过量饮用水分 会使得血液内的 安全水分的浓度 因电解质被水分排出 而降低 导致脑部的运作受到影响 严重时产生致命危险 轻微水中毒 一般表现为 头晕眼花 虚弱无力 心跳加快 呕吐等症状 严重的会出现昏迷 伴随症挽 甚至威胁到生命 二 导致水中毒的病因 有以下几种 一 自身的肾功能问题 肾脏浓缩和稀释功能 发生障碍 会表现出急性肾衰竭 在少尿 无尿期 摄入过多水分 便会容易产生水中毒 其他因肾小球血液灌注量 或肾血流量不足的原因 都会导致水分不能排出 使得水中毒容易发生 二 患者自身患有低钠血症 或者低肾性脱水症状时 细胞外液处于低肾状态 体内的肾小管会增加对水 钠的吸收率 因此水分摄入过量 同样会发生水中毒 三 在因肾功能障碍的少尿期 肾脏的排水量会急剧降低 如果不加限制涉水量 会导致水在体内滞留过多 严重时伴随心理衰竭 肾血流量和有效循环血量的减少的症状 若此时水负荷增加同样 容易导致水中毒 四 细胞外液向细胞内转移 会导致细胞外液低肾 产生细胞内水肿的情况 这个时候摄取过量的水分 便会引起水中毒 三 水中毒的症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因为身体水分过多 血浆的渗透压急剧下降 使得颅内压力增高 同时伴随昏昏欲碎的感觉 人会显得异常疲惫 二 摄取过量水分后 胃的消化液吸食严重 导致肠胃的消化能力下降 进而表现出食欲减退 恶心 呕吐的症状 三 摄入过多的水分 会被消化吸收 从而进入细胞 破坏体液的平衡 进而使得细胞肿胀 这里也包含了肌肉细胞在内 因此会表现在肌肉 筋鸩以及疼痛质感 四 摄取过量的水分 会使得眼球组织和部分器官内的水含量增加 甚至增高颅内压力 从而压迫眼球 影响到正常视力 四 若发生水中毒 应及时注意以下几点 一 发生水中毒应当立即进水 轻度患者则需要减少自身的饮水量 二 重症水过多 需要及时脱水或者调整滴渗透 以确保对心脑功能的保护 三 高容量综合症患者 治疗时应当以脱水为主要目的 并且减轻心脏的承受负担 可服用20到60毫克肤赛米 每天三到四次或者选用其他半粒尿药 四 若水中毒患者自身有肾功能欠佳 则应当使用血液超率进行治疗 五 低肾邪症者 除了陷水粒尿外 可以根据血清钠的浓度计算出缺钠量 分次低注3%到5% 氯化纳质静脉 剂量为10到20毫升每千克 并且合用利尿剂来降低血容量 之后观察调节剂量及低速 以及心肺功能即可 现在人们的饮食习惯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保持着不良的饮食习惯 所以现在有不少人都存在血液粘稠的问题 在一天当中 晨起时 人们的血液是最为粘稠的 因此在睡前晨起后 及时补充水分 有助于吸食血液降低血管疾病风险 血液容易粘稠的人 更应远离高脂高糖饮食 这类食物的摄入 可能会使血液更容易出现粘稠的情况 继而增加动脉周氧硬化的风险 如果发现自身血液粘稠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 建议最好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调理 以免引发更严重的血管疾病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嘉怡会认真回复 期待看到您的身影